我都可以對國民講的 他有犯罪嗎 整台飛機一百人的乘客 都被你們打在這邊 就是 你們在上次 中華民國民的身次有啊 那當事人 當事人的意願啊 你們現在在 你們現在在幫當事人 決定他意願是不是 你們在罪戴 以一個罪戴通緝犯的方式 在罪戴我們的族人 你們在說通緝犯啊 抓通緝犯都沒有這樣子 我可以講的 這個什麼陣仗啊 這個我們犯的犯是罪嗎 喂 這個什麼陣仗 他又沒有 這個什麼陣仗 誰要直播就直播 是我們可以對國民講的 他有犯罪嗎 要搞這麼大陣仗 行李隊 這是我們有怪罪嗎 對 這在擋我們 這擋誰啊 我們就要下機 為什麼誰就滾 你為什麼要來這邊 我們出 我們就是 一句話 就去老罪的體格 我們知道 市長的壓力 但是 被叫我們 跟韓家 就是 我們 我們 我們現在擋到整個整台飛機 一百人的乘客 都被你們擋在這邊 就是 你們在現實中華民國 國民的身自由啊 那當事人 當事人的意願啊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幫當事人 決定他意願是不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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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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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我們 我們 因為 你們要整的他 內衛 他也是被騎著 最後面 所以說 你不可能讓前面的乘客 都不下機 所以你們先請讓開 我們先往前 可以嗎 所以 你們在說 通氣飯啊 這通氣飯 都沒有這樣子 我可以講 這個什麼 這個身上嗎 是 我們 犯的犯的 對吧 我們 一定要 我們 這個人 要 這樣子 對 而且 在一個 這個年輕人 他也沒有在 他沒有犯罪 好 好 我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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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民革我丟幾點啊 我們要走最後好了 我們在這邊 你這先要出來了 要先攏一下 我們在對待一個對待空氣班的方式,在對待我們的族人 我們在這邊稍微停留一下,給我們一個空間 給我們一個空間,我們在這邊 謝謝大家關心,其實我們三位委員在這個柬埔寨之行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更友善更人道的 讓在柬埔寨園區受困的國人們,有一個更友善的返鄉的路 所以今天我們也很,剛好這次我們去的時候三位有一個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也搶救回來一個年輕人才19歲 那他去那邊一定有他的故事 那他之前是有表示說他不是很接受太多的一個訪問 那我在想說,是不是我們就這樣子讓他能夠趕快回家 他的親人是在機場裡等他等了很久 好,委員剛剛你們在登機門那邊好像有點爭吵 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覺得我們完全不懂得 航警局竟然要在下機的門口 竟然要強行把人給帶走 那我們不懂這是一個對待國人的一個方式嗎 因為這個小朋友其實他並沒有犯任何的一個罪 所以我覺得原本我們三位委員就想說 因為疫情期間我們本來想說都不要跟媒體做太多的接觸 就直接悄悄的把他給送到防疫旅館去 結果航警局在門口那邊的時候 讓我們三位委員都覺得非常的不能夠理解 也大為光火 這是航警局對待一個受困在柬埔寨 後來返鄉的一個國人的一個態度嗎 那我在想說 胡孟凱委員跟吳世凱委員 對這部分一定有非常強烈的一個看法 我們是不是請孟凱跟世凱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跟各位全國的民眾報告 因為防疫的問題 我們原來都考慮遵守防疫規定 不想接受各位的採訪 免得造成防疫的問題 我們只簡短的說 鄭委員的辦公室 很快會發一個正式完整的新聞稿給大家 我們體諒媒體的需求 本來是做這個打算 我們很低調的就把這個孩子 帶出進交給他的家人 沒想到我們民進黨政府做這麼一個動作 各位剛才在後面都看到了 一出擊傷口整個通道疾滿的刑警 我相信不是航警局局長的作為 一定是高層的指導 這到底是什麼含義 我們深信的是我們是國會議員 我們去用民間的管道去救我們台灣的民眾 我們錯了嗎 我們要被警察用這種對待 出雞門口強行的準備把這個孩子 就從通道帶走了 他有犯罪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 請民進黨高層好好檢討一下 不要搞這些小動作 我們沒有想張揚 今天我們願意講這些話 是你逼著我們講的 我們救著孩子回來犯錯了嗎 對不起國人了嗎 我不想多講 不要造成疫情 請大家保持一點距離 謝謝 委員 那現在這個小朋友 待會是跟你們一起出關嗎 對 他家長來接他了 我們這邊走了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回家高興嗎 弟 回家高興嗎 可以回家你高興嗎 你們有什麼話想跟三位委員說的 你們要感謝他們的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幫我摸摸水 通通心情 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